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明极乐 好 先看这个进步 那么现在进入正中分的讨论 正中分分为三个结构 层次来展开的 第一是广泛的成熟极乐净土 一正二报这个妙果来启发众生的信心 第二段是特别劝勉众生应当求发起求往生的心来发愿 第三是正面开弦 敬业行人 成就往生的行 来的行就是支持明号 所以正中分的核心内容就是信愿称明 也就前面讨论的这部经的重要的宗旨 那么信愿行三者呢 信愿所以智慧的范畴 叫慧恨 但恰恰我们众生这种般若智慧很缺乏 人有信慧难 或者说人有怨会难 但这个净土法门的智慧 由这个智慧产生的信才叫正信 由这个智慧升起的怨才叫切怨 由这个信愿来庄严的慈灵才叫妙行 所以知识名号为行恨 在这里偶依大师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易之定案 就是能不能往生 是完全靠你有不有信愿 得身与否全由信愿之有 品位高下全由持民之生前 大家要注意修学净土法门的 这两句话一定要铭记在心 这是斩金结迭的 没有一点含糊的 所以净土法门就是这么奇特 我们求净土法门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能不能往生的问题 这是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但能不能往生全靠什么 它是全由 没有其他条件 只是一个条件 有不有信愿 有信愿就能往生 没有信愿就绝对不能往生 不管你的行持多么高深 信愿是往生的先决前提 也是唯一的前提 那么往生的品位 三倍九品的高下 这就靠你持民功夫的浅身来决定的 持民也重要 但是它是决定我们往生品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信愿的智慧就是进一行人的行持的前导 若是在我们行持上 你知识名号就叫正修 那这个信愿就好像眼睛看着目标 这个知识名号的行持就好像我们的足在行走 这叫目足并运 才能到达目的地 所以信愿形式这么一个辩证关系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偶遇大师 对这个阿弥陀经正中分的核心内涵的一个画龙点经 正中分的目的还是要成就我们往生 那么成就往生就是在信愿生命 信愿持民里面尤其是注注信愿 这样就抓住了纲领了 那正中分展开的无非就是让我们成就信愿生命 这四个字而已 那么下面就是成熟极乐净土一正二报来启发我们的信心 只要注意成熟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园的目的 落脚点还是在信心 不是一个单纯损美性的一种观赏 那这个一任庄园首先谈医报 其次就介绍正二报 一报首先对一正二报有一个总的概述 就是为总民极乐 就是刚刚讲两句话 释迦牟尼佛就真问 来问摄理佛 敌土就极乐净土 他为什么称为极乐呢 但问摄理佛 摄理佛肯定也搭不出来 他问都问不出来 不是他的概念 所以佛是自问自搭的 佛就回答 齐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足乐 不明极乐 齐国 极乐 国土众生是能受用的人 这里众生就等觉菩萨以下都可以称为众生 所以这里众生主要是指大耶往生的天人而言 那么以往生的凡圣同居度 下下平 来跟这种等觉菩萨来并列来提 就是下平下生的和上平上生的都一样可以成为一生成佛者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有一切重苦 但是足乐 你看净土法门他的一种切入点 切入到众生的一种深切的宗教心理 这宗教心理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就是趋落必苦 趋向快乐 避免苦难 那这种心理是净土法门建立的一块基石 我们生活在这个苏婆世界这个人土当中 苦乐参半是由于我们善善恶恶的灭力 感召了这样的或苦或乐的一种生存状态 而且在我们这样的世界总的来看 它是苦得乐少 甚至你对于这个乐的本质有一个把握的话 这种乐它是变坏的 它是不长久的 所以乐本质上也是苦 乐极深悲 所以我们这世间首先谈三苦 我们一个是苦苦 本身得到这个肉身这种病菌 不干净 事打不调 就已经是苦 如果再加上天灾人祸 又有各种这种意外的灾难加上来 这就是苦苦 苦上加苦 这个苦的特点就是低老身心 是身体身心不得自在 你不得不去承受 你也逃脱不了 那得到的一点快乐 所谓的福 福是幸福 侥幸得到一点福 但是它马上会变化 这就是坏苦 它不长久 然后它又是感受到的这种不苦不乐的情况 又是生命深层的幸福 它的念头的这种迁移 生住易灭 这种迁流像鸡流水一样的这种幸苦 也是我们生命本具的 那么由这个三苦 苦苦 坏苦 幸苦 能够衍生为八苦 一百零八苦 八万四千苦 乃至恒河沙 所以我们众生为什么叫苦老众生 有这个身体就必然会有苦 叫身为苦本 身体就是苦的根本 然后有这个心 心意识的精神现象 就会有烦恼 心为老端 就是烦恼的萌芽 都在我们的心理状态 心理里面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心理疾病呢 焦虑症呢 它是这个种子就有 所以我们这些苦老的众生 他在生命的一种 本来意义上来说 有一种要求解脱的 这种渴望 这种内在的需求 只不过是这种内在的需求 被我们很多的分别执着 遮盖住了 迷掉了 我们暂时不出来 提不是一种明显的这个要求 所以净土法门 要用这样的一种念佛 往生 建立清净的 淡受着落的刹土 来把我们生命当中 取落弊苦 这个灵异切苦 得救济乐的那种宗教的需求 把它展示出来 那么这种展示就有个比较了 我们这个世间是众苦充满 但到另外一个地方却有淡受着落的刹土 这里就有娑婆的众苦和极乐的那种着落之间的相互的比较 通过这个凉土苦乐的比较 我们的叶利索婆心求极乐的心才能够激发出来 那西方极乐世界永远离开了这个苦苦坏苦辛苦的 因为谈极乐它不是苦乐对待的乐 它是超越了苦和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那种不二的 圆浓的 不会有变化的 而且你在乐当中不会有受乐之想的 只执着的这样的一种乐 才叫极乐 极超到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概略的来说 你就同凡圣同居主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凡建同居主 他的五族的状况轻 不像我们这世间极着建筑烦恼着重臣着命着 他已经是恶化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我们展开的就是在这种分段生死当中 你看分是分线的意思 只寿命而年 我们只是一段时间的寿命 段是快段 是我们的身量的大小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寿命和快段里面 就一定会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彼得求不得 五阴之胜 那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正好八苦离开了 深苦 我们的十一怀胎的胎育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没赢 他是莲花化身 我们这个世间会衰老 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寿 我们这个世间有这个血肉之躯 有种种的病菌会生病 西方极乐世界是金刚拉罗炎的身体 他没有病菌 他是情绪之上无际之地 他永不生病 我们这个世间会死亡 西方极乐世界一身成佛 永不死 我们这个世间 这种愿真会 冤家对头常常见面 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见到生欢喜心 足上善人聚会主 这个世间有求不得苦 欲望很高 得到了一种还想得更多的 但总有一种你得不到了 在求不得苦 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这个苦 你面头一动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这个世间有这个爱别离 亲爱的人常常要分离 西方极乐世界 他没有男女的眷属 这个世间 他的五因之圣 这是受想形 是五因 他的带着猛火燃烧的情况 那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关照五因的空性 透体通良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他离开的巴苦 他得到新人转悟的大自在 他能够分身塌方世界 这个因此作行各种资深用具 他应验而至 这种种的快乐 我们在进度经典当中 都能看得很清楚 行驻 行驻 坐 雾 等等自成运句 都是非常快乐的 那么这里展开的是同居图 还有方便有余图 石宝招言图 长期光图 这山土跟他方世界山土的苦乐的比较 也是非常超胜的 那么在这个仕途当中 极乐世界这个最殊胜的还不在上山土 主要就在凡胜同居度 对于这一点 偶尼大师是不断的加以强调 加一点是凡胜同居度的殊胜 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度 他都有凡胜同居度 但跟极乐世界凡胜同居度相比 是远远不如 而且这个凡胜同居度呢 对于我们往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点 很好的结合点 我们从苏婆世界凡胜同居的绘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凡胜同居的净土 是仰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 横潮过去 所以他是大业 大业呢 他这叫凡腐忧如而从龙 横潮而度愿 注意这两句话 凡腐就是我们一平板脑都没断的众生 幽入 幽就是幽胜的意思 能够幽胜的进入 一般来说 我们说离开三界的绘土要断见识祸 但是仰靠弥陀的愿力 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离开轮回的地方去 而且这样的愿力的一种普度 他是收集最广 什么众生都能够去得了 乃至于冤飞乱动的动物都能去 阿比地狱的众生都能去 所以他是幽入 那从龙呢 就是他下手最异 你只要支持名号 你只要具足信愿 就等于你上了这条船 你到了这个船上 自然从此岸就到了彼岸 不需要你加自己的任何一点力量 他很从容 但是就幽入从龙的这样的一种 圣庙的法门 他所得到的结果却很殊胜 他是横抄 这个概念一定要注意 我们通图的佛法是讲述出 你一瓶一瓶烦恼断掉 就好像一个虫子 从这个柱子里面出来 一劫一劫咬破 这叫述出 那净土法门仰靠佛的叫横抄 从旁边打一个洞就出来了 而且他是非常超越 超越你的仁天的仁天秤 二秤 直接到西方几落世界 这样的法信徒 他属杜托约 杜托约过的是九法界 杜托约过是分断生死和变异生死两种 他的超约就非常究竟 所以你一到西方几落世界去 但受足落的这个乐 已经不是九法界众生 自立无论是善业还是敬业感召的乐 乃是佛的果地上的那种涅槃的 藏了我尽世德里面的乐 他是得到这个乐 所以释迦牟尼佛来说 这个苏婆世界的众苦 以及极乐世界的极乐之间的对比 就在于让我们面临这个苏婆世界的 这样的苦难的境地 去安详极乐净土涅槃之乐 启发我们在凡圣同居土的这个惠土 遍离众苦 求极乐 舍染拙的惠土到清净的岔土 所以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成就艳离心的 凉土的苦乐比较 我们常常要深入的思维 好 请看下面 又射地佛 极乐国土 其从南巡 其从罗网 其从杭树 皆是世宝周扎为饶 世故彼国 名为极乐 下面就是具体的展示极乐净土依报的庄严 这个无有众国但受极乐 下面的具体展开 就是下面经文的全息了 这就是 齐国众生 极乐世界众生属受用的地方 现在先提到南往航树 他的生存环境 生态环境 所以佛告又告 摄地佛 极乐世界的国土 有七重的南巡 七重南巡 就是 这个有七重宝树 七重宝树 又有南巡 在围绕 宝树上又有七重罗网 这个罗网来庄严它的虚空 七重杭树 庄严它的地面 这些都是四种珍宝 合成围绕的 所以极乐 佛土就叫极乐 这里讲七重 有表法的意思 七是代表处世间的圆满的数字 就好像释迦摩尼佛 降旦 东南西白各走 七步 步步连滑 一手指贴一手指贴 天上人间 唯我独尊 所以前面六步代表六道 往前外步就是出六道 出世间法 这种七重也代表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就是分为七个内容展开的 那么三十七道品的核心内容也是既定会来展开的 那么四宝围绕是表明涅槃的士德 长乐我敬 那么长就是无量寿的意思 乐就是前面讲的但寿足乐 只是寿足乐 这个但就是那个乐没有一丝的烦恼染拙和苦夹杂在里面的 它是唇一的快乐 这个我就是指无量光 一般会谈到具有八种自在的我 所以我们一般执着那种虚幻的身心为我 所以要破这个就要谈无我 在无我当中你也不做不要执着无我 还要谈涅槃的真我 无我当中产生的真我 它的自在意 它的主在意 在涅槃的境界当中是具有的 所以用无量光来展示 净就是清净离开些烦恼染拙的习气的 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德能 好 四种珍宝表明这种四种德性周扎围绕 就是很多宫殿佛菩萨住处 都围绕着常罗我尽的士德 那么皆是四种珍宝来合成 表明他自己的功德圣身 就这些佛菩萨他自己的多善根之因 那么周扎围绕表明 针对自己来而言 有很多其他的圣贤 变满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他圣贤表明多福德的圆强 就是足上三人聚会一处 我们到那去都跟足上三人住在一起 理人为美 受这个感染 受这个熏悉 而我们的道业也会自然的增进 这是表明极乐世界的 他的内因就是自己藏了我尽的内在的德性 很深 外缘 足上三人聚会一处 佛菩萨周扎围绕 外缘很好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好的环境 是用什么样的行为感德呢 这里谈到 具体谈到极乐世界仕途 他怎么去招感 凡圣同居的净土 是真上善业所感 亦缘无品观所感 以缘生圣妙古城为主 先看一下这个 真上善业指什么 就是指知识名号 信愿知识名号 是我们修行当中的至善 第一善 无与伦比的善 所以它具有真上的功能作用 一般我们讲这个真上 所以用了一个维师学的概念 讲有四元 清音元 等无间元 属元元 真上元 你支持这个名号 名号的功德对我们的加持 它具有真上元的力量 它就能够作为能感的一种力量 感德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义同时有一个原教五品的修行来感 五品修行来感就是随喜 随喜功德 读诵大圣经典 宣说大圣经典 肩行六度 正行六度 这是原教五品位 原教五品位在天台六集当中 属于观行及佛 是智者大师属 视线的这么一个正位 这个正位的这种修行的功德是什么呢 就是辅助见识货 但是他还没有断 还没有断钱识货 好 我们只要修行原教五品位 见识货没有断 但有信愿称明的真上善也 就能感德往生凡胜同居徒 那么凡胜同居徒 他以这样的因缘属生的 是圣庙的五成 奢身香味粗 这个五成非常殊胜 非常唯妙 他的体现也是实相 能够帮助我们修行道业 那么方便有余净土 他是极空观俗感 这个时报专业净土是 妙甲观俗感 长期光景都是中观正俗感 这些就谈得更深切点 不是我们当下的水平 我们就暂时不做讨论 这里我们要了解的 这个极乐世界的仕途庄严 也都跟通图讲的因缘属生法 也没有两样 他在极空极甲极中一心三观 所以极乐世界同属土 他的真地 俗地 中地 也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圆龙 无碍的境境 那么下面有个问答 问答破译 有人就问 长期光只是理性真如理体 为什么还会有那些事项上的庄严呢 七重杭树 七重罗王 这些都是事项上的东西 那么长期光的理性没有这些形象的 这里偶尔大师从理事圆龙的角度 给了一种回答 事项是从理体显现出来的 所以一一庄严的事项 当体都是真如理性 一一的真如理性 都具足着仕途的庄严 这样才是阿弥陀佛 就近圆满的一报庄严果尚功能 如果阿弥陀佛正道的长期光 这样的无相的空性 而不具足殊胜微妙五成的事项的话 那他跟小乘的偏真夜盘法性 就没有两样了 阿弥陀佛正道的是大乘的那种圆教的功德 他的理性是极油之空的理性 他的油是极空之有的那种妙油 它是真空妙油的 所以这里面叫第一一的妙境界下 这才是大乘圆顿教理极则的道理 极是全是极理 全理极是 是理不傲 是理一如 好 请看下面 又设立佛极乐国土 有其保持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此理常存以金沙布地 是边街道 金银流离玻璃合成 尚有楼阁 上有楼阁 亦以金银流离玻璃车区 珍珠玛瑙而言诗之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白色白光 微妙相结 瑟利佛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是池格莲花 上面谈到的是 往生者的住的地方 现在产明的是往生者出生之处 我们这些众生 信愿称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诞生的地方是七宝十八宫的水 连化当作产生 这是我们诞生的地方 对于我们金银行人来说 必须要了解 我去了以后怎么出来 依托在什么地方 那一看胆生的地方 我们才知道这里非常的说胜微妙了 不是母体的胎域的污秽的境界 而是宝池 宝池里面有八种功德的水 水是生命胆生的一个依托之处 牧底 怀滩的牧底 它也有水 但是是污秽的 所以你看这个宝池 是由金银 琉璃 车军 马脑 这些珍宝合成 或者一种珍宝 构成 或者二种三种 乃至七宝 合成的那个池 这样它的构成的材质 就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土 石头 水泥 这些 那么这个水 水有无尽的功德 真空得水 石像的水 这里就提出了八功德 八功德也是水 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反水而已 如果从如来的得水来看 它是无尽的 无尽的功德 那么这个八功德水 我们看看 要比较一下 第一是澄清 这个水看过去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清澈 它那个澄清 就能使我们的身 它在那个池水里面去沐浴 使往生者的身心 也得以澄清 所以今天讲的 开神乐体 荡出新垢 这个得水里沐浴 能够开发我们神识里面的信德 能够使我们的法体 得到喜悦 就是得到法喜 能够使我们内心的那种烦恼的成垢 能够荡地 所以它的澄清的这种得水 就有帮助往生者修道的德 那么相比较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是浑浊的 同时也使这个世间的繁复众争的身心也浑浊 你看到那种大浪逃杀 着浪翻滚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心性的一种表现 随着现在的工业越来越发展 污染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水被污染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真的水里面都有很多的毒素 第二是清冷 极乐世界的那个水很清凉 能够离开热闹 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不一样 我们这时候冬天很寒 夏天就很热 西方极乐世界它永远是那样清凉的 第三极乐世界的水很干冷 喝过去很甜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水都水味不好 海水是咸的 河水是淡的 其他的水是很烈的味道 喝过去不好喝 第四是清冷 我们这个世间水是清二氧 它的本质上是很重的 水往低处流 在西方极乐世界水 它可以是清软的 它可以水往高处流的 这个水可以沿着那个宝树来回流的 第五是任责 极乐世界的那个水呢 非常的滋润 就跟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水容易发臭 容易腐烂 容易变颜色 它不一样 第六是安河 极乐世界的水 它徐徐的流过 它非常的安详 那么跟我们这个世界的水相比 我们是很急 急暴 如果暴风雨下来 那个飞流直下 急暴 现在各地也正在闹水灾 江西一带据说都决堤了 当一决堤整个水就像洪水的 这样的一个红磨的力量 就能够淹没很多的土地村庄 所以一看到这个水 大家就会觉得很恐怖 急暴 第七是除饥渴 极乐世界的水能够不仅除饥 不仅解渴 而且能除饥 你饥饿的喝点水就饱了 它不仅滋养身体 而且能够滋养法身的善根 不像我们这世间的水很生冷 你稍有不胜就会对身体有妨碍 对身体有妨碍 对我们的心性也没有好处 第八是掌养足根 这个极乐世界的水 还能够生起我们的善根 不仅是六根 而且我们的比如信心 惭愧 精进 禅定 智慧 都能生起这样的善根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水能够损坏足根 以及让我们增加疾病 甚至被淹死 你看这里面都有凉土的比较 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浑浊的 这种急暴的水就能看到我们的涅滴到的什么程度 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澄清那种掌养足根的八宫的水就能知道自信的这种实相的功德在什么地方 那进一步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它很奇妙哦 它能够水可以给你讲经说法 水和水波及的声音 你想听什么法就能听到什么法 这个水你沐浴之后 你沐浴之后坐在莲花上 得风一吹 如果你没有断坊 断见识祸 就能断见识祸 就是你是出国圣人 你沐浴一下就能得到二国 你是二国圣人就能得到三国 你没有发谱的心 你沐浴一下就能发谱的心 它就这样的一个好处 好 那么这个七宝十八宫的水里面 而且它永远不会干枯 水量失踪 但也不会泛滥 形成水灾 它的底下都是金沙布地 就是磁底不是我们的泥巴 而且一看就能看到 磁水的底部 或者是金沙铺层的底面 或者是银沙铺层的 或者是琉璃沙铺层的 那么这个七宝十的四面的 这样的一个台子 街道也是金沿流离 珍珠合成的 不是我们的砖 石头砌成的 那么这个德池旁边呢 又有种种的楼阁 叫七宝楼阁 七宝楼阁有的是在虚虚空 有的是在地面 重重无尽 那楼阁旁边又有很多的树 生态环境很好 这个楼阁是七宝的楼阁 不像我们现在住点房子 也很紧张 房子的质量都是水泥 钢筋水泥的 你说水泥的房子 住过去很不舒服 都是化学材料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生命质量 加强到什么地方 你想住一点 比较生态一点的 木材的这种房子都不可得 这个楼阁 就是往生者住的地方 以及听法的 法堂 这我们都要了解 这些都是七宝合成的宫殿 而且它非常奇妙 能够全息 全息地 你在这个宫殿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局部 都能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 所以你只要我们一往生 在七宝池八宫的水 莲花一开 我们就可以登上七宝池的四岸 进到在宫殿法堂 见阿弥陀佛 天文佛法 那么这个宝池里面有很多的莲花 一般讲有四色的莲花 青黄吃白 这个莲花呢 都能放光 那么这个莲花里面出生的这个往生者 他身上有光 这个莲花也会有光 而且光还不是一种 无量的光是交相辉映 这个莲花有四种德性 叫微妙相结 这是赞叹莲花的四种德性 什么叫微 直而非行 约微 直就是他直地是七宝 非行就是没有固定的大小的形 形形态 它是随心如意的 这个莲花非常妙 也是由心回转 没有障碍 竟然是全体维心 这个维心的心 从他的现象上来说是莲花的光色 从他的本态的显现 是我们的菩提妙境的体现 所以他很干净 那么莲花具有微妙相结的特点 那么莲花里面的往生者 他也具有这样的微妙相结的德能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的岔土 他的莲花不仅宝石里面有 遍地都是莲花 而且莲花他能放出三十六亿的光 霉光又能显出三十六亿的色 霉色光色里面又能显出三十六亿百千巨资的佛 梅真佛又向他方世界去视线 救度众生 安宁一切众生 与佛正道 他是这种莲花的依报 能够显现佛身的正报 他是依正 都是交相复彻 重重无尽 所以看到这样境界 你就从一个局部就能够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无尽的庄园到了多么富丽辉煌的程度 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 这种七重南巡 虚空的罗网 七重杭树遍布 以及七宝石八宫登水 无尽的楼阁 无尽的莲花 这些庄园是怎么来的 最后是总结阿弥陀佛的愿 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愿 大行 称性功德之属成就 这句经文意义很深 先从佛的那个层面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依报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因地发的大愿 这个大愿是他智慧的表达 是他正道的主法空性 由他的愿里生起的这种四十八大愿 由这个愿来引导他的六度万恨的菩萨行 这叫大行 这个大行主要侧重在福德的层面来说 那么大愿大行都是他称何法性的功德 这个性就是他属庄严的这种来源 这个性有的是从三地的角度 俗地真地中地来成就 所以既能是阿弥陀佛的愿行来成就 就能够普遍的庄严极乐世界四种净土 能普遍的摄受十方无量无边的差谱 过去现在未来 无尽的时间态里面的一些凡胜 一些凡胜就九法界众生 只要他能信愿成名的人 都能令其往生 所以成就这样的功德庄严的净土的目的 是要让十方信愿成名者往生的 安利他在无有众苦淡受极乐的岔土 就应成佛的 这是阿弥陀佛称性功德庄严的目的所在 好 下面有一段偶遗大师非常这种独到的一个见底 就是站在我们凡福众生的层面来解释这句经文 我把这段要解说一下 非常重要 福次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 以大恨作众生多福德之缘 令信愿成名者 厌恨成就如是功德 而皆是已成非精非当 此则以阿弥种种庄严作真上本质 待其众生自心种种庄严 全佛极生全他极致 故曰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段话我们可能常常看过 但是他深邃的一离 我们不一定能了解 由于偶遗大师做这个要解 他的文具非常的简略 对他的悬意的道理 点到但没有展开 而我们也常常会粗心大意草草看过 但这段话你仔细的去思维 实在是把净土中核心的不共的特点 展示的非常的深邃 如果我们对这个 这段话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那么净土法人的信心就砸得更深了 那么极乐国土 他这个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也有我们众生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众生的因素是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呢 不是 后面会谈到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怎么去理解 实际上这也呼应了后面的那个敬文 我们众生的多善根之因 不是来自于我们 是来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他成就之后 无条件的恩赐给我们 作为我们众生多善根之因 阿弥陀佛无量节 极功累得的六度万恨 是作为我们众生多福德之缘 这个善根福德都是来自佛那一边的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一般理解多善根福德因缘 总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思考去做 要多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往生 我多重点善根 多修点福报 我才能往生 这是通图佛法的道理 不是净土法门的特点 我原来看了这个 我真的感慨 偶尔大师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 中文教下绝大都是 都是站在智力修行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去建立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 而偶尔大师 有一个重大的转换 那我们站在佛的那边去看待 去建立信愿 去建立我们修行的准则 去找到我们解脱轮回的正确的道路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 是惊心通魄的 是前属未有的 那么阿弥陀佛把他的大怨大恨 来恩赐给众生 来庄严四种净土 也把他的大怨大恨 来凝聚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六字 公德 所以你只要信愿支持这种名号 就能把阿弥陀佛 已经成就的这种净土庄严 转化为我们众生的 仕途庄严 全是阿弥陀佛的大怨大行 来变成我们众生的大怨大行 所以就能够使我们在每一个念佛当中 也能够圆进仕途 圆龙圆满的清净极乐的净土 圆进三生 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生 圆正三种不退 地生成佛 而且这个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特别谈到 而皆是已成 皆是已成这是什么意思 皆是都是已经成就 这就表明是已经不是今当下成就 也不是未来成就 大家注意 这是阿弥陀佛在无量节以来发的大怨建立大行 他早已成就了 现在我们只要信任之明 是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庄严 变成我们的庄严 只是一个转换 不是要我们再来去进行六度万恨去庄严 也不是未来我要六度万恨去庄严 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这为什么净土法门以果地觉作因地心 阿弥陀佛把果地上的功德 全体作为我们众生因地修行的功德 就是靠这个名号的信任之识来转换 这种转换的依据是由于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父母 他所积累的一些财富要无条件的给他的侄女 你只要建立这种清源的继承关系 你当下就成就 所以不是现在不是未来 不是要等待我现在去成就 也不要等待我未来去成就 就好像你有一个大富的老爸 他已经给你赚了很多钱了 就等着你来继承了 就好像一个开国皇帝把天下打好了 打下了天下 等着太子去登基继承而已 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你说这样的一种思想 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在桌门教下 哪能听到这么一种思想啊 而恰恰难信就难信在这个地方啊 这就是阿弥陀佛 他所成就的种种庄严 作为真上本质 这里进一步就产生做阿弥陀佛 跟我们众生的关系 他是一体的关系 阿弥陀佛已经成就庄严 来给我们众生做真上本质境 这本质境就是等于阿弥陀佛 成就的大原禁制 他有真上的力量 真上原的力量 能够给我们 那么我们凡夫众生 就依托着这样的真上的本质境 来带起 变起我们众生心中的种种庄严 这个带起有狭带的意思 有变带的意思 狭带就是把我们在这种 阿赖耶诗里面 这种尊望和和的那种佛性的种子 佛性的力量透过阿弥陀佛给他本质境 给他狭带起来了 那么狭带的过程也跟我们的自信的这种维持属性 就是变起了我们的这种佛法界的相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况过程当中 带起众生自信的庄严 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果地上的功德 如果就像六极佛讲的就近极佛的话 他带起我们自信的庄严 就好像我们的正因佛性 李极佛 李极佛是在因地 就近佛在果地 但用果地上的功德带起我们正因佛性的庄严 这样就是阿弥陀佛全体的本质性的庄严 乃是我们众生的本质性的庄严 这就是全佛极生 全他极自然 看这个全他极致 这个在六姓 讨论六姓里也谈到全他极致 这是进度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我们要常常思维 什么叫全他极致 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自 自可能我们会理解自信 这是从我们的本有的性德来说 自信 自体 能够从我们现象的这种生命现象来说 就叫自己 有一个自己必然有个课题 有一个自信 正因 正因的自信 必然就有一个圆满的一种果决 好 现在这个全他极致 我们是更多会理解为阿弥陀佛 是相对于我们的自信来说的一个他 那这个阿弥陀佛的他也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一个他 就是佛是什么 佛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佛 他离不开我们的心 也是唯心属性 也是交相复胜的 那么我们常常会说 阿弥陀佛是我心中的佛 那么我们这些众生 同时也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是不是 那这样佛 阿弥陀佛跟我们凡复众生 就产生了非常清晰的关联 是互相深入的 互相渗透的 就好像这个摩尼座的光 和另外一个摩尼座的光 这两个光是可以相互深入的 那么不仅我跟阿弥陀佛是这样的 那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样子的 一切众生都在阿弥陀佛心中 阿弥陀佛也在一切众生心中 那么竟然是在心中 它是建立在一种平等不傲的体现当中 借助着这个信愿称明的这么一个宗界 就可以进行一种转化 这种转化是非常重要的 透过你信愿称明 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功德 转化为自己的功德 这就是全他极致 所以为什么非常重视信愿 信愿是转化的一个先决前提 你没有信愿和这个名号的中介 你是转化不了的 佛还是佛 自己还是自己 那只有靠自己吧 只有靠自己修行 这个大海我要游过去 只有靠我的游泳技术怎么样 但说不知就有一条船 你能不能上这条船 你上这条船不需要你去游泳 说实在话 如果全他极致 你建立这个理念 净土法门 为什么全凭佛力往生 全凭佛力成佛 他是把你的智力 真的是放在一个没有作用的地位 他男性就男性在这个地位 我们一上来修行 就想我要怎么样 我要修行 我要怎么样 但是这个时代的众生 武浊是为什么靠土法门 在这个时代最当机 你这个时代的众生能修什么 你能修到什么福德智慧 什么禅病 你只有对自己的这种智力的切弱 通生的劣力 有一个清醒的决定的放弃 才能够全力的靠倒在阿弥陀佛那边 你能进行这么一种信仰的转化 你就成功了 你就登上了这条船道 你就全他极致了 这个全他极致 没有四号的保留 还不是说我非要修到什么水平 才能够得成就 不需要你的水平 你只要 信任转化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转化为自己的功德 你就成功了 所以 全他极致的核心 就要求全体的舍制 舍去自己 归他 归到阿弥陀佛那边去 所以我们常常讲 念佛就像落水 呼唤 彌陀的救度 偶尤大师曾经有一个记者谈到 他的视线 非常 慈悲 应该说偶尤大师是一个上根立志之人 但以后他视线 他常常视线生病 五十六岁五十七次生病 两次大病快死了 在平时参禅的道理都用不上了 唯有呼唤弥陀的救度 这种称名不义 而好虏 忏醉何诛仇福顾 称念弥陀就好像一个婴儿 呼唤他的母亲哺乳一样 那一个婴儿呼唤母亲的时候 这个婴儿是没有力量的 没有力量 他才非常呼唤他的母亲 如果这个婴儿不是一个婴儿 是一个青少年很有力量 他对母亲的力量就可能放在一边了 所以对一个真正的经验行政来说 你也把自己看得像婴儿般的 没有力量啊 切入我才能去靠母亲了 靠母亲靠得上了 这就是全他极致啊 如果建立这样的知见 这种心态 这就是站在众生分上来理解的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好 请开下面经文 有四地佛 彼佛国徒常着天月 黄金为地 昼夜六时 雨天曼陀罗花 其土众生常以清丹 歌以一格称重庄严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以十时还道本国 饭食金行 四地佛极乐国徒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好 这段是天月与花 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的养耳鼻子生五根 都能有圣庙的受用 他的受用就对微妙的五层 色身香味醋 这些五层都是清净的 那么其他世界的众生里面 有很多都是我们苏婆世界往生的 苏婆世界往生者 他的耳根最立 所以这里特别提出 跟对应生辰谈他的受用 那么佛告诉长者舍利佛 极乐世界的虚空当中 常常有种种甚料的 自然升起的音域 这些音域有一个比较 那这个赤金帝王的音乐 跟转能圣王相比远远不如 转能圣王跟刀利天王相比远远不如 赤地的跟他怕 自在天王的音乐远远不如 那么他怕自在天王的音乐 跟极乐世界的宝数发出的一种音声 所以这种自然法尔显现的音乐非常圣妙 所以我们常常说极乐世界是法界的音乐之都 每天像海潮一样的演奏 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音声 是法音 法性的音声 实相的音声 具足清唱哀亮 微妙和养的这种内在的超越的格调 他的地面是黄金为地 选择一种 实际上有时候是流离为地 有时候是白银为地 乃至于无量重宝合成为地 昼夜六时 夜三时 昼三时 虚空当中有种种漫陀罗花来庄严虚空 那么极乐世界的净土 常常在清淡的时候 业气清明之际 各以一格拿着众多的微妙的花 供养他方 无量无边的差土的诸佛 这里谈十万亿佛 表明我们说过世界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之后 也很轻易的能够回到本土 就在一顿饭的时间之内 很快又回到了极乐本土 饭时进行 这是经文的大概意思 具体来看这个音乐 它是生成作用于耳根 黄金为地是色成作用于眼根 这种天与曼陀罗花作用于色香耳尘作用于笛根 这个饭时金是范时是未成 你金行是促成 所以生根 所以这个往生者五根 对这种五成 这种圣庙的享受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常作天乐就是指不间断的演奏音约 但也没有演奏之责 也没有乐谱 这是法无作妙用的显现 也是有往生者随行回转 你想听音约就有音约 不想听也极而无声 那么黄金为地表明西方极乐世界地面所庄严的都是一宝二宝 乃至七宝乃至无量重宝所庄严 它的体性是真宝 昼夜六十 这是按照印度的昼三十夜三十来表达 实际上极乐世界没有昼夜的指纹 也没有四季的更迭 所以它没有昼夜 我们一般到夜晚就很黑 那西方极乐世界 它的每一个构建都能放光 一暴能放光 正暴来放光 整个是光明的世界 它就没有夜晚的黑暗的情况 甚至也不需要日月的照明 所以只是随着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观念来叙说一下而已 有时候会觉得什么叫昼夜呢 莲花碧合就意味着它是夜 莲花碧合就叫它的昼白天 这种习性的一种反应 那么天与曼陀罗花 这个花在法画经里讲有四种花 曼陀罗花摩河曼陀罗花这些 它是表法 表四种阴位 十足十行十回向十定 四种菩萨的阴位 供养他方诸佛 是表真因 由于你因地的行来装严佛果 这个果得便一切处 所以就得要供养十方诸佛了 那么谈十万亿佛 这次意识是表我们这个世间往生西方极度世界之后 再来回苏婆本土供养释迦牟尼佛或者供养未来的弥勒佛都是很容易的 但实际上西方极度世界去供佛不仅仅是十万亿佛徒 因为阿弥陀佛微神力量所加持那是可以供养到无量无边的 微尘数插土的佛都能供养到 何远不到 所以他不止十万亿 这个实时就是指清淡 清淡呢 就是一般孟子也讲业绩清明正好是心睡睡觉之后心很清净 用清净的心表达恭敬 然后呢就以神足通拿着花去供养十方诸佛 那么这就是神足通了 这种神足通极乐世界的神足通 这往生之神足通不是身为原觉全教菩萨的神通 乃是以阿弥陀佛奴来的神足通做自己的神足通 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在全息之后全他极致 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一些神通妙用智慧光明受命向好都给众生 恩赐给众生 所以我们这些大爷往生的凡夫 为什么一去就有六种神通 而且不是一般的神通 是无来的神通 我们一去再也不是我们这个真名的可恶的面向 而有指摩真经是三十二像八十随心好的佛像 那么这样的一些功德都是全他极致 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看阿弥陀经 实际上他说全息的这种本质的要领全他极致 无论是果上的功德受用还是因地的修行都贯穿着全他极致 所以理解的全他极致把握准了就把握到净土中的本质要领 你忘记了全他极致 不了解全他极致 你就对净土法门很难产生信心 所以这个 这个 即一时时还到本国 还到本国 这个本国就有点本心的意思 本地风光的意思 这就写了 表法的意思了 这个 即一时时还到本国 表明不是故事 很即时的还到了本国 所以这个经文就彰显极乐世界一生一成一刹那 这就是随念一法都是真如法性了 乃至跨步弹指 他都能够跟十方三宝贯彻无外 这种真如法性 它是主法的空性 主法空性 它是平等一项 它是没有分别的 既然没有分别的 他就跟其他的法能够沦为一体 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图 他的三宝 他也是真如法性 也是自性无分别 所以他就能够贯彻无爱 以空应空 嗜水投水 就能够达到世事无爱的境界 所以他就谈指之间 就能分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图 供养诸佛 下化众生 这也表明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法性徒 跟十方的土的一种一体的关系 这个一体关系常常会有一些比喻 比如说会比喻这是一个 樱陀罗网的一个珠子 那么一个珠子里面把十方三世 一切的信息都能够引现在这个珠子里面 那么自己这个 自己的这个身体像一个模拟珠 自己的模拟珠也能显现在十方无量无边插图的三宝之前 就像普贤的礼经诸佛 他就分身无量无边在每一阵佛那里都能够恭敬顶礼 这就是樱陀罗网这种重重无尽的显现的不可思议的四十五外的法界 在极乐世界处处显示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咯 那么我们在这说过世界就不行 我们想到他方世界去我们去不了 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在当下 由于我们的恶业深重 以极乐世界本来是不割的 不隔开的 但由于我们的涅障隔开了十万亿岔土之遥 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由于你是信任称名去往生的 是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作为自己的功德 如来的功德甚深 所以跟苏博世界站在你的烦恼的角度好像隔开了 站在佛的功德的加持来看是不隔的 所以不隔的你就 谭子间你就能回到这个世界供养 释连牟尼佛供养弥勒佛 这叫隔而不隔 那么饭是进行极乐世界 资深用具本身也不需要饮食哦 但是他有习气觉得到了五间需要吃饭 有这个习气 只要这个念头一动 他就会显现七宝国器 现前百味饮食隐瞒 还有放饮食的案集 还有坐在上面用餐的作具 但是你一般这时候 不会想非得要狼腾服饮哦 他只是见识闻香 意念上领略领略一下 就感到身上的气力充盈 觉得受饮食完毕 饮食完毕了 然后这个七宝国器啊 饮食啊自然就消失了 消失了到了第二天 你又动个念头又现前了 现前了你又动个念头又消失了 哎 他就这么剩下 不仅饮食这个样子 衣服也是这个样子 念头一动 你想要什么样的衣服 就什么样的衣服 而且这衣服都是七宝的衣服 想要什么款式就什么款式 想要什么色彩就什么色彩 也是无浊妙用 不假安排 这就是宫殿也是如此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 好像觉得讲神话哦 这是不是真的呀 但是要知道 这是非常符合科学道理的 原来我曾经谈告 1905年阿因斯坦发现 职能复变公式 是截开了物理世界的一个奥妙 但是这个天机泄露之后 也给我们这个地球带来了 巨大的潜在的灾难 就是核武器的产生 职能复变公式 1等于mc平方 1代表能量 能量等于m质量 乘上速度的平方 好 质量是什么 比如原 这个物质由原子构成 原子由电子构成 乃至夸克 中微质这些 这就是质量 那么基本例子 这个质量 在高速 这个运行状态 进行一种碰撞 一种跌跌 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这就是原子弹 制造的原理 好 这个 所以 能量是什么 能量就是释放了的物质 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地锁了的 能量 两者是能转化的 那么现在我们科技能做到 这种质量 能够释放为能量 已经实现了 但实际上 这个公司的这种等价 就是能量也能变成物质的 但能量变成物质 我们这个世间的科技还达不到 但恰恰在西方极乐世界 限量的展示 比如 这个念头 就是个能量 而他想吃饭 这个念头一动 七宝国际 自然献钱 这就是质量 物质献钱 物质献钱 但是他怎么献钱的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 但是他有这个现象 那你再动个念头 这个七宝国际 茶集 作案又消失了 消失到什么地方 去无所去 但是这种事象宛然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显现不了 我们动个念头 心想不一定事成 我想要个香蕉 不一定香蕉就能献钱 但是为什么 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的念头太散乱了 能量到达不了 那个转化的灵界点 那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 这些往政者 他的念头非常亲近 他的能量能够到达 转化为质量的那个灵界点 所以他就心想事成 他就什么东西 一念而至 这不是很科学吗 他一点都不神话 所以这样就很自在 知身用具一切 随你的念头就能显现 随你的念头就能够灭油 那么来无所来去无所去 好像从实相空性能量海里面 借着一种能量中介显现 显现你再一回转 又回到空性能量海 他有一个转化 这个转化不需要仪器 不需要什么 就是念头 由心回转 所以念头的不可思议 他那个心能转悟 即从奴来 奴来就有这个 于切法得大自在的境界 随心转换 那么这样的一种 功德 能量的转化 心性的回转 是奴来境界上的 但是我们往生者 一去就能获得 这也是全他极致 是阿弥陀佛的恩赐 所以用完餐之后 就饭食金行 走在那个地面上 非常的逾越 地面不仅黄金为地 还有徐风吹来 种种的花 铺在这个地面上 这花非常的柔软 各种光色的花 自然的铺在地面 是微妙的图案 这个图案呢 都是你心性的表达 你看到这个图案 都能极尽 会归自信 消归自信 都能让你开悟 你看这些年 谈神秘现象 像英国的麦田的图案 那个麦田图案 不知道怎么来的 但是他的图案非常的美妙 好像跟天文学的天象都有关系 所以就有一种说法 大概是外星 非别的一种 留下的一种信息的传达 那那些是我们现在看不懂 但肯定是外星文明 借助这些图案 给我们一些提示 或者传达他一种 跟我们想要接触的一些信息 就好像我们的太空探测器 到外星球去 我们也要画上我们人类的人体 画上我们的分子结构方程实 我们的数学的一些信息 我们的DNA的这样的一些分子结构 传达给外星文明 看看他能不能读得懂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图案 它不是简单是审美的 它一定是对星星有巨大的加持力的 就好像曼陀罗 坛诚的加持 而且这个图案是会转化的 过了段时间 这个花案 花的图案有一点枯萎 马上风又把它吹干净 吹干净 大地又一变的清净 清净风又吹花 又变满了这样的地面 地面上又有不同的图案 然后你踩在这个像地毯般的地面上 能够陷下去四寸 非常柔软 能够脚一抬起来又贫富如初 你看你在这个地面上进行念佛 多么逍遥自在 多么快乐 而且这种修道 它是以一种娱乐的形式展示出来的 不一定要修苦恨 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 是一种安乐型 快乐的形式 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任运 进修而已 进修就是自然而然这些微妙的五成 这种环境 这种音乐 作用于我们的心性 让我们破烦恼 破无名 显佛性 这个开智慧 所以总结一下 摄地佛 极乐过度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如是功德庄严 也要从佛的那边去理解 和从我们众生这个层面去理解 去理解全佛极生 全他极致的深刻的净土的道理 好 请看下面 夫侍摄地佛 彼国常有 种种奇妙 杂色之鸟 白鹤 孔缺 鹦鹉摄地 嘉林平且 共命之鸟 士族众鸟 昼夜六时 出和雅音 其音演唱五根五粒 其菩提芬八圣道亨 如是本法 其土众生 文是音语 皆行念佛 念法 念生 好 这一段就 针对于耳根的生成 来阐明 极乐众生的受用 释迦牟尼佛 是对我们 苏婆世界众生 讲述净土法门 一定要欢激斗角 我们这个 严佛提众生的耳根 最立 所以就特别 映示出 法音 音声 来广泛的 宣说 同时我们要了解 极乐世界 它是一个 摄受十方 无量 无边的 众生 往生的地方 所以它是 从法界上来说 是奢一切 法界众生的根基 一切法界众生根基 有的是耳根力 有的是鼻根类 相机国 场点相反 就能够破无名 显法性 有的是身根很利 你披脸柔软的天衣 或者衣服 就能破烦恼 有的是义根力 所以五层 这种奢身 香味出法 它每一层 都是圆龙微妙的 从一层里面 都能出生 一切法门 依法具足 一切法 但我们下手 还要根据 我们众生的 哪个根基最立 来做下手 但我们看这段经文 不要以为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耳根最立的阴神 它不一定 其他五层 都能够显发 种种的法门 得到种种圣庙的作用 那么 由于要 教化 肚头我们 耳根最立的众生 所以极乐世界 显现的 有情的阴神 和无情的阴神 就很奇妙了 这里告诉 瑟利佛 极乐国土 恒常具有 种种 就是种类 甚多的 奇特微妙的 色彩 斑烂的鸟 这些鸟 很多种类 全且指出几种 像白鹤 孔雀 鹦鹉 瑟利 加林平且 加林平且 共鸣之鸟 那么这些种鸟 也是 咒三十 夜三十 不间断的发出 和雅的音声 这些音声 都在演唱佛法 大小称的 三十七道品 具体就是 五根五立七 菩提分发生 这些佛法的宣言 流畅 就能令极乐世界 往生者 闻到这样的音声 白鸟的音声 都生起念佛 念法 念生的善心 好 那么这些 我们看 种种奇妙杂色 表明这个鸟类的 种类众多 而且非常美 美 美好 很好看 色彩斑滥 那么 色力相当于春鹰 家庭品节 就是 叫妙鹰 它没有出 那个壳的时候呢 这个发出的音声 都超过一些种鸟 共命就是 一个身体 两个头 就是身体的 暴身是一个 但是它是两种 生命的 这种神识 这叫识别暴头 共命之鸟 原来说 释迦摩尼佛 跟菩提达多 这两个常常都是 提波达多常常 跟释迦摩尼佛 做冤家对头 正好有一次 他们又碰到一起 做共命之鸟 做共命之鸟 一般这个鸟 就是有一个睡觉 有一个就醒着来警卫 有一次提波达多睡的时候 释迦摩尼 那一次共命之鸟 就不叫释迦摩尼了 就叫 它就看到它睡到 有一个果子很香 它就把那果子就吃了 吃了之后口里还有香味 提波达多醒过来一看 你吃果子还不叫我 他说你今天这个样子 我也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他怎么样 等到释迦摩尼睡觉的时候 他醒过的时候 他找了一个毒果子 说要毒死你 他就吃了个毒果子 这一吃两个人都死 你这个 这不能做冤家对头的 害了他人就害了自己 这共鸣之鸟 这些这种鸟 实际上它是根据我们世间人 喜欢欣赏比较看好的鸟 来用相似的名称来比喻而已 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的鸟 后面会讲到 它不是涅里所感召的畜生到的 这个实在的鸟 它是由阿弥陀佛的那种 模拟光明里面所化现的 所以这个它全体的 都是弥陀的法身的一种显现 好那这些鸟所宣扬的这些法 说出这么多是表明 它能宣说一切法 包括大小秤的法 五根五粒七菩提八圣道分 这个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说四念处 他也说四念处 身念处观身不尽 受念处观受是苦 我心念处观心无常 法念处观法无我 所以像这个僧文教的这些观法 对我们修净土法门的 也是有帮助作用 我们通过四念处的观法 能够产生厌灵性 首先厌灵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执着这个身见的 这种真实性 执着一些为我的身体 来享乐的观念 但是殊不知这个身体的那种苦空 无常无我 以及种种三十六种不尽之物 我们要厌你 自己的身体很污秽 他人的身体也照样污秽 由这个污秽的身心感造的外部环境 照样污秽 照样苦 照样无常 照样无我 要身体深刻的厌灵性 所以这些四念处四正秦 四如一竹 五根五地 七菩提分八圣道分 这些呢 由于时间关系 也是佛教的常识 就不在这里详细解说了 但这里要讨论一下的 就是这些白鸟 所写明的三十七道品 包括藏通别源的四教教品 它普适一切根基 那么对见识过没有断的人 要谈生灭式的病重的 烦恼重的谈生灭式的 见识过烦恼比较轻一点 要谈无声式的通教的三十七道品 对于无名烦恼重的 要谈无量式的别教的三十七道品 对于无名烦恼比较轻一点的 要谈原教无浊的四地 那么这些鸟 它能够用往生者的根基 来随机宣说 这些其实还包含着 四色法 菩萨六度 佛的实力 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乃至无量法门 都能够宣言 顺应往生者机缘不等 做种种开合民意不同的宣说 所以就能令往生者 闻到这样的音声 圆念佛法身三宝 圆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 菩提心 这些都是很圣妙的加持的力量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念头当中很少念三宝 无论是注射三宝 还是理体三宝 还是画像三宝 尤其是一体三宝 我们都很难起到这个念 因为我们举行动念在这个世间的习气 都是念五一六成 都是念人我是非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这个声音一起来 那我们去念三宝 我们这个世间想发菩提心很难 有时候天天是口里发菩提心 但是菩提心的那种本质的 那种无我的智慧 那种同体的大慈悲心 我们却很难出来 我们的烦恼常常现前 降伏不下去 那么你往生者听到这样的白鸟的声音 能够圆服圆灭烦恼 而且限量清建 阿弥陀佛的三宝的功德 法报化三宝的功德 所以见到阿弥陀佛法报化三宝的功德 他的慈悲 他的威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只能申请念佛之行 听到这次白鸟讲三十七道品 应激的法 这种法喜怒心 法味充足 他就念法 鬼哲义 在这个同居图与大家共同闻这个法 共同秉受这个法的修法 一心一意的修正 他就念生 能觉知智和所觉知理的和合 这种亲近 这种统一大众 就是生的意思 那么能念的是三观 三观有西空观 脏通的 脏通话叫根基 你西空观 通别教的体空观 和原教的次第三观 乃至一心三观 他能念的是三观 鼠念的是三宝 鼠念的三宝有别相三宝 有一体三宝 别相三宝是指这个法报化的 这种应生为世教的佛宝 教理自断为世教的法宝 三层的圣贤为世教的身宝 那一体三宝 只要是从我们凡复成念 跟十方诸佛同体的那种 性体当中具足能觉的智慧是佛宝 鼠觉的法性理体为法宝 能觉知智和所觉知理的合合 为深宝 所以这个别相三宝 一体三宝 他各个又具足世教 脏通别人世教的分别 这些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非常深邃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展开了 好 看最后一段 摄地佛鲁夫为此鸟 实施罪报属生 所有者和 彼佛国土无三恶道 摄地佛 其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时 四足重鸟 皆是阿弥陀佛 预定法音宣流 变化所作 好 我们先把这一段 给他讲完下 前面谈到重鸟宣说法音 进一步就怕有人误解 说这个鸟是不是畜生道 所以佛就告诉摄地佛 你千万不要以为 极乐是这只鸟 真实的是他的罪报 孽力所生起来的 他不是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三恶道 这是阿弥陀佛的第一愿 就是国无三恶道 所以显现的 国地上的净土 没有三恶道 不仅三恶道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连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 何况有实实在在的 三恶道的事实呢 做了一个否定 那么既然不是三恶道 罪报所生 那是什么呢 那这些主鸟 都是阿弥陀佛 为了使法音 宣流 从光明里面 变化而做 所以这就通过这种 提问 回答 来破解疑问 破解疑问 就有人就问了 既能 这个 说这个尚无恶道之名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 像白鹤 鹦鹉 家庭 凭捷 这不是恶道的名吗 好 这里回答 很有意思 你们前面讲 不是罪报所生 既能不是罪报所生的话 那这个假名 也不能说它是恶名 是不是 既能这些白鸟 它不是罪报 不是罪报 它就是善报 这个假名不是恶名 那不是恶名 它就是善名 实际上是善的名称 这个善报是什么 善报 无论是佛的这种五音 还是六道众生的五音 那善报就是 究竟圆满功德的 身相味 受想行实 这就是善报 善名就是假名功德 究竟圆满叫善 所以这里就提到 明治所传达的 一真法界的实相的功德 不可思议了 所以既能这个善名 是究竟的功德 所以就说 一一名字都在全息 奴来的究竟功德 以这个白鹤 英武这些假名 来全显实相的功德 所以这个白鹤 就是代表就近的 这种功德的白鹤 他都是奴来信德的 美好的善名的称呼 不是恶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有人问 为什么要变化成众鸟 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要从世西坛的利益 来了解 世西坛 首先世界西坛 就是凡夫 他很喜欢这些鸟 常常溜鸟 欣赏鸟 喜欢这些白鹤 这些家庭品牵 甚至凡夫的这种喜好 来变化 让他产生欢喜性 这叫世界西坛 那么在这个鸟 不是一般的畜生 这个鸟还能讲清说法 搞得这个 听了 人听了感到自叹不如 那这个法还能相应 他的根基 让他闻到法 生其善心 善根 这就是唯人西坛 那么一般的人都有分别心 觉得人是万物之灵 对那些鸟都其中 你比较低等的动物 有下列之想 而结果一到西方 几多世界看这个鸟 鸟的智慧很高深 自己不懂的动物 鸟都能 都不懂 而且能做自己的导师 所以他对鸟就不敢起下列 千万之想 这就对治分别心哦 这就叫对治西坛 那么进一步去 表达这个鸟是什么 鸟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鸟就是法界葬身 令这个天文的往生者 觉悟到法身平等 一切法都是信聚 信造 礼聚 事造 鸟就是阿弥陀佛 于是显现极乐世界的六层 他的威风 吹动的树王 灵夺 乐趣 这些音声 也是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色身相畏处法 这六层 六层里面分假实 这个法成所以假法 前面五层色身相畏处 所以实法 无论是他的假法 还是实法 他全体 都是阿弥陀佛的法报 法三身 以及涅槃的 藏罗我尽的士德 随念一法 全体都是涅槃士德 全体都是真路法性 是毫无差别的 不仅极乐世界的 一正的这种六层 是阿弥陀佛的三生士德 也同时也是一些众生 也具足了一些众生的三生士德 也具足了我的三生士德 大平等没有差别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也从这里觉悟到全他其制 所以这句 这句一个小标语就是 可谓法界标指 就是为圆龙的一真法界 做标指 就是指向圆龙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也就是第一戏谈 阿弥陀佛变化了讲经说法 是令往生者得到第一地西坛的利益 这第一地西坛的利益 具足世界西坛 为人西坛 和对治西坛的这种完整的功德 所以这样的 他就跟其他的大圣经典 有他不共的地方 这就是净土大圣原教的 世西坛的利益 具体体现在阿弥陀佛光明 变化成白鸟讲经说法的这种妙用上 好 时间到了 下次再讲 那么